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好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e1.s详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 艾米 好 对象for off讲完 我们再来讲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直欲for off 直欲for off其实非常的好理解 只不过是我们也知道直欲是什么意思 其实所谓直欲 这个直欲并不是我们函数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 自变量和直欲 而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们说是函数里面的定义欲和直欲 而是个直欲 我们把它分开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直 数值 欲 数值的一个区域 好 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字 那么也就是说for off也可以接收一个整数 然后呢 用它来乘复模板的一个次数 说白了仅仅只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用for off的方式来让它渲染有多少个 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是呢 它有多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来用 它语法就像这样 span v4 v-4 然后里面呢 一个数字 然后到 一个数字 好 一个变量到一个数字 好 n到一个数字 好 这个数字比如说10 就像这样非常简单 好 就知道 它就变了出来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例子 行 我就在这里 好了 这回我的实力都是空的 我的实力仅仅只是用于说说明我要渲染的是我们的这个div 好 在这个里面我用了一个词语叫做number 好 我把number给它直接渲染出来 然后我让它是10 行 我们看一下它会是多少到多少呢 仔细看我们会发现它是0123456789 它有几个数字 有10个数字 但是10它不会显示 它只会显示0到9 也就是说我们后面这一个的话 仅仅我们这个数字 仅仅只是代表我们要有多少个 但是呢 我们说是第几个的话 它是从0开始的 记住0到0开始 它就相当于一个数字的下标 ok 所以呢 是0123456789 但是呢 它论说个数 它就是10个 ok 那个数它就是10个 所以呢 我们有没有 我们在这些地方 我们要算 它的个数的话 有没有是最大数减最小数 还要再加1 ok 最大数减最小数加1 9减0等于9再加1等于10 这是我们的个数 好 注意啊 在在很多场合 在很多情况下 无论是0开头还是1开头的话 我们有没有要注意 如果是多少个的话 一定要用最大数减最小数 还要再加1 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指头 一只手有几个指头呢 有五个指头 好 第一个指头是大拇指 第二个是十指 第三个是中指 第四个无名指 第五个小拇指 好 第一个是大拇指 第五个是小指 那么行 第五个减掉第一个 五减一等于四 哎 我们不可能只是四个指头 所以我们要加1 所以才是五个指头 所以呢 这是我们要记住 所谓数组的残度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变量 多少个 残度 永远是最大数 最大值减最小值 然后再加1 好 对于数列当中的个数 永远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谁 这个就是我们的殖欲 V 杠